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堂 那今天我們找 下午剛剛有提到一個議題 就是說現在大陸在發展電子商務這一塊 其實是 變成是他們的全國 全國的一個運動 全國的一個運動 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舉國都是在玩 電商而且他們現在幾個 最有錢人 都是玩電商起來 都玩電子商務跟數位經濟起來 馬雲馬化騰 還有 李彥宏 就是他們到想的 BAT這個百度 然後阿里巴巴 騰訊這三家 還有一個現在的京東 這幾個都是 都被現在的年輕人看到說 都是他們可以玩一些 數位經濟這一塊 玩電子商務這一塊可以玩到 在搶現在兩個 互相在競爭誰是大陸的守護 也在競爭說 又已經快要變成是 世界守護的模式去了 所以變成他們這樣對大陸 是一個很大的號召性 會變成現在大陸的年輕人 往往都第一個志願 就是以後他要去做電子商務這一塊 那這個現象也在去年 去年年底 讓一些傳統大陸傳統業的老闆 出來在講說 他們招不到員工 都把這個問題的罪 歸給馬雲 他說馬雲把年輕人帶走 帶到去做電子商務去 這個現象好像之前 在台灣也是一個很大的現象 結果台灣人年輕人不去做工 然後都要網速電子商務這一塊去跑 其實在台灣在六年前 在五年前也是一樣 每個年輕人都想要在電子商務那邊去賺錢 所以在六七年前 在台灣的Yahoo拍賣 TCOM拍賣 樂天拍賣這些裡面 都有很多年輕人在那邊存在一個夢想 想要去那邊花大錢 就是台灣這個夢想已經 跌了 已經跌了 而大陸還不是喔 大陸現在的年輕人還是一樣 都還是懷抱這種夢想 剛剛想要在電子商務裡面去賺到錢 就是他講一個事業 而且他們的目標 他們的目標是要幹嘛 他們的目標是要打敗馬雲為目標 其實他們很大 大陸年輕人跟很大的一個野心 你可以從他們的 在講話的過程中就發現 他們其實他們的野心是很大的 那那個點說 大陸跨展電商其實到現在這一塊 已經超越台灣超越這麼多了 可是他們到現在還是發現來說 他們對電商這一塊 因為他們的人才需求還是很多 還是缺了很多電商的人才 為什麼會這樣現像 因為大陸的市場真的是太大了 我都說過 你不可以用台灣的這個市場 這個眼光來看大陸 為什麼 我說過台灣跟大陸的任何一個神 海岸的不算任何一個地區來講 都是最小的一個點 最小的一個點 可是大陸它有好幾個 它內部城市 沿岸的城市這些 發展電影商 已經發展很發達 已經帶起了很多 所以說 玩電商所 支付的也是有很多 造成這些人 也變成是這些年輕人的一個 一個目標 學習目標 可是他們現在大陸電商 像他們大陸的政策 有叫阿里 有希望阿里巴巴 希望京東也是一樣 把他們的一些政策 帶往 把他們的一些電商 帶往內陸去發展 所以現在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是農 農民電商 農民電商 所以 現在很多是 發展把這些農民 也往大陸電商 所以他們未來的市場 在那邊還是很多 那台灣沒有 台灣在從 六七年前 玩電商 玩這個拍賣 玩了一陣子之後 成功了 最後要幾家 其他的年輕人 都已經 閃掉了 因為台灣市場太小了 可是大陸 大陸 大陸你講 你在網路上賣個東西的話 大陸是有 好幾億人口 才可以搶 搶你這個賣東西 如果賣得好的話是很多 而且你也不可能 整個吃 整個把市場吃掉 所以很多人 對市場 他賣的東西 都還可以維持 去維護 他的整個生意的基礎 可是台灣沒辦法 反正市場就這麼小 這麼小 所以現在台灣的 這些原本懷著 電商夢想 這些人都怎樣 怎麼開始去賣棋牌 開始去找 找別的工作 去找什麼方式 再來另外一個點 大陸的這些老闆們 還有這些使用者 他們都已經是要使用 在網路上購買 網路上進行交易 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可是台灣的老闆們 還是不太懂 尤其是南部的 因為會在南部 有些老闆還是認為說 電商不用花錢 電商只要在網路 網一個社 做網一個FB 加一個廣告 加一個網站 這樣就可以叫做做電商 除了這個 變成台灣以前是很 對電商是很發展的 到現在 台灣的電商對落後 真的是落後 大陸落後太多了 這是真的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那 另外要講來說 這就是說 為什麼我現在要用 一些模式 用一些頻道 用一些方法 來把台灣的這些廠商 原本原則這傳統廠商 真的 你台灣市場已經不夠養你自己了 所以真的要把這些廠商 把他帶到國外去 因為跨境電商 未來的商品是賣全世界的 已經沒有什麼界線的模 已經沒有什麼國界的這些 這些東西存在 因為跨境電商是一個 未來生活上一個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佈局 這件事情 讓大家 讓我們台灣 這樣協助我們台灣的廠商 我們可以未來好好的在搶賞國外的一個市場 像把錢撞回來臺灣 還是這一局把錢撞回來臺灣 這才是重點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邊 拜拜